醫療衛生研究基金 我相信我們都很支持 亦都覺得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之重要的 由於基金裡有研究方面 亦都有一些促進健康的計劃 所以其實在我們關注的項目上 我們都希望能夠做到多些 剛才議員都提到電子煙的問題 我相信很多人現在都擔心這個發展 這個趨勢會不會對年輕人的健康 會有一個大的損害 以及會是一個持續的損害 因為如果他有電子煙這種人 他可能會變成一種將來會不會吸煙 或者他裏頭有另外一些有害物質 會不會影響到兒童本身 這個我覺得是剛才議員都提到 我覺得這個應該在這裡有些研究 或者一些促進健康計劃去做的 最近政府也都發表了一些資料 就是兒童的精神健康 其實也都是非常之嚴峻 我們再看看這陣子 我們講的青年學生自殺的情況 我們當然不知道確實的原因是甚麼 除非我們經過仔細的調查 但是精神健康的一個變懷 跟這件事會不會有一個很高度的相關呢 我相信這個都是大家關注的 會不會在今後的一些研究項目 裏頭是可以強調多些做多些方面的工作 我自己作為教師的代表 教師的精神健康其實都是一個問題 相對其實在香港我想 很多不同的行業可能都有一些情況是要關注的 那不同的職業裏頭的精神健康的問題 會不會在這個基金裏頭都是可以去處理呢 如果我們講精神健康 這個都會放在我們一個很高的優次 尤其是在我們的健康護理和健康促進的基金那裡 至於在精神健康裏面 無論他是小朋友的精神健康 甚至乎是教師的精神健康 其實我們都是很關注的 那這個我想如果有人進來申請 這個都會是一個高的優次 當然我們亦都會與時並進 如果是現在在社會上 有一些最迫切的健康問題 那我們都會留意 有機會亦都會有一些專項的 有些研究的撥款 正如剛才大家都講過電子煙這個問題 大家都是很關注 現在似乎亦都 剛才之前亦都很多位議員都提過 那當然我們亦都會 第一會要了解回現在 現有的證據呀數據是怎樣 然後呢 亦都考慮看看是否需要有些專項的撥款 去看這一項這個問題